这是上万人生活的百层地下捅舱 而里面的人却丝毫不知 百年来他们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 而在外界一本普通的儿童图册 在这里居然是被禁止出现的历史遗物 深埋地底的百层捅舱到底隐瞒着什么巨大的秘密 本集将会为各位解开谜团 朱丽叶带人撬开了杀害市长的凶手道格家里 随即就是一番仔细的搜寻 没过一会儿 副警长小黑居然真的在货架上找到了东西 一个玩具鸭 可这东西分明不是桶仓生产出来的 那么他的身份就很明确了 历史遗物 可是殊不知 这东西就是朱丽叶昨天才从底层拿上来放到这里的 因为司法部要草草完结这个案子 但这可能关系到前男友乔治死亡的真相 让他怎么甘心 所以他要利用历史遗物的理由来继续追查前男友的死亡线索 他认为这就是乔治被杀的真正原因 赶到司法部的朱丽叶说 这个历史遗物可能跟道格的杀人动机有关 没想到大胡子却一口断定 无论你在哪里找到的他 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道格的 他打断试图解释的朱丽叶继续说 司法部拥有更加健全的数据库 包括你戴的手表 我们都知道来源 那是登记在已故的乔治名下的 一个你口口声称被谋杀的人 朱丽叶一时间有点语色 于是不再继续纠缠下去 但是他却提出 我们应该统计一下统仓有多少历史遗物 这件事对司法部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于是没多司法官痛快答应 可是此刻他的神色却似乎极其的不正常 殊不知朱丽叶做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男友乔治死亡更深的原因 他那么多的历史遗物到底出自哪里 而朱丽叶很快找到了 自己知道的一个文物贩子 通过他可以将历史遗物进行合法化 朱丽叶开门见山地亮出 乔治送给自己的古董手表 询问这东西当时是谁在这里洗白的 可是对面却遮遮掩掩地试图离开 于是朱丽叶强硬地表示 如果你不说出真实情况 那么我会给你扣上贩卖历史遗物的罪名 现在就拘捕你 对面只好服软 随即说出一个人名 大漂亮 并让朱丽叶保证以后再也别来打假自己 很快朱丽叶找到了大漂亮 而大漂亮却似乎对朱丽叶的到来并不意外 并说没想到自己又看到了朱丽叶身上的手表 似乎是看出朱丽叶的疑惑 他居然自称是乔治的前女友 必听这话 朱丽叶的心里顿时一沉 而大漂亮还在继续说 乔治和自己交往的目的 只是为了得到更多历史遗物 曾经我确实有很多历史遗物 就像这块手表一样 都是我替他买来并合法化的 而你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对吧 朱丽叶仕途还想反驳几句 你们的关系应该没有经过批准吧 没想到大漂亮却直接打断他说 没什么批准不批准 他只想利用我而已 就连他调到底层的工程部门 也可能是想再找一个懂机械的女友 以此来悄悄地帮自己维修历史遗物吧 此刻朱丽叶的心情如同一团乱麻 难道乔治接近自己 只是因为自己懂得维修机械吗 那么自己苦苦追寻他的死亡真相又算是什么 他再也没了状态去问更多问题 而另一边的大胡子 此刻却翻找到了关于玩具鸭的资料 访谈记录显示 玩具鸭的持有者正是乔治 而他最后的去向 也是当时朱丽叶所在的工程部 随即大胡子与临时市长老白 一起来到了警局 并且直接赶走了所有在办公室的警员 你看这场景朱丽叶顿时明白 自己借用玩具鸭来调查一切的计策暴露 果然 大胡子开门见山地说出了玩具鸭的来历 这是属于你的好友乔治的 而老白则补充说 在乔治死亡后 司法部曾经派人去搜索了乔治的公寓 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大胡子冷冷地说 但是昨天晚上 属于乔治的历史遗物 居然神秘地出现在了道格的家里 这证明了什么你知道吗 朱丽叶顿时慌了 于是他试图解释这是小黑发现的 并说乔治只赠送过一块手表给自己 其他的就没有了 气氛一时间陷入凝结 但市长老白忽然开口 如果当时道格是搜查人员呢 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出现 道格认为这只是一件无害的玩具 并决定把他带回家去 大胡子试图反驳这个说法 可是老白却表示 这只是一个有可能的可能 紧接着站起来说 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超越统仓民众的务定 所以他建议无论是警方还是司法部 最好彻底终结这个案子 老白无疑是帮朱丽叶过了司法部这关 但是一语双关的话里 却有着明显的提醒 不能再查下去了 真相不重要 随即老白和大胡子离开了这里 无论在司法部或者带市长老白的言误 稳定超越一切 哪怕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真相 只要能糊弄过去民众 那他就是最好的结果 可是没想到 当晚朱丽叶再次找到了大漂亮 既然乔治是通过大漂亮得到的历史遗物 那么持有众多历史遗物的事 又是如何被司法部得知的 所以他怀疑是大漂亮向司法部举报了乔治 没想到大漂亮一听却顿时慌了 而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朱丽叶也陷入震惊 不是司法部 司法部的人问的问题很容易糊弄 但是统仓里面还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人 说着大漂亮转身就去打开了风扇 嗡嗡声顿时响起 似乎放心了的大漂亮接着说 那个人随时可能来到自己家里 他知道我的所有信息 就仿佛看着我长大一半 他能准确地说出我每天见过哪些人 说过哪些话 就连我在房间里面的一举一动他都知道 这简直太恐怖了 就是他让我告发所有人 不然就要杀掉我的亲人 我没办法 所以我只好把交易历史遗物的人员名单交出来 朱丽叶不可置信地问 你知不知道乔治是因为历史遗物死亡的 甚至是因为你的名单 没想到大漂亮却转头说 不是因为名单他才死了的 而是他拒绝交出那个神秘硬盘 朱丽叶心中一跳 随即质问硬盘里面到底有什么 可是大漂亮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硬盘里面的东西应该很重要 而因此他还送给我一件东西 一件足以颠覆统仓的人们认知的东西 朱丽叶顿时心中矩阵 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颠覆认知 只见大漂亮走到门口拿起脚垫 随即从里面夹层中拿出一个羊皮包裹 他说这是统仓存在之前的东西 在他们说谎之前这东西就存在了 当朱丽叶接过羊皮包裹 大漂亮却在三交代 当你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千万不要大声说出来 千万不要让他们听到 即使你是警长 朱丽叶解开了包裹 可是当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却发现书本的封面居然写着旅行指南 到底是什么旅行会颠覆人们的认知 当朱丽叶打开书本 他整个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 书本的第一页赫然是匆匆隆隆的树林 一切都是显得那么的自然与和谐 当朱丽叶打开第二页 却发现居然是人们坐着皮滑艇在水中冲浪 而后他看到了闻所未闻的生物照片 他看到了见所未见的景象 那是海滩 失望不到边际的云层与海浪 也是一个全新的自由世界 可是殊不知 此刻朱丽叶的一举一动 居然正显示在一个屏幕上 而这样的屏幕远不止这一个 他们遍布成个桶仓 犹如一场现场直播一般 呈现在监控的人眼前 等了一天全网没等到更高清的版本 只能用这个来剪辑 辛苦大家看了个模糊版本 下周羊毛战绩第七集不见不散